一朗一朗 全國咖啡風波畢水 今年韓國共同地南條山 各想像雷劇航 總共是入七十幾個選手來參加 經過初歲過後入十幾個孽度結束 基本上結束的結局公佈 提及重來度五十 孽度千三名的各想像咖啡農民 今年日下出納豆來改革老阿園 市民兩次參賽者強迫祈禱台湾 但市民一家的新職公佈 投票信團全國咖啡農賴白臨 會聽疫苗了後 南外會跟國咖啡農 占義公就會聽疫苗 鄉鑑銀不按反規 他因為進前三年 國咖啡農民都沒有進到前三名 無想到國咖啡今年九十次 拿到兩項台獎 真的是吳老師教我很多 謝謝 謝謝 真的我真的很幸運 感謝各位選手的成長 讓我這次能夠領到冠軍 其實在整個烘豆賽裡面 要拿到前面的名次 其實是非常的不簡單 因為大家使用著同一批豆子 同一台烘豆機 那基本上還要對烘豆機 還有豆子的特性要非常的明確 今年該參加咖啡豐杯賽 拿到前三名的選手 韓氏代表什麼 分愛泰國咖啡 採柳菜參賽直接 主辦單位也宣布 今年外同滑翔和合作 用滑翔油脂上跳來做比賽用跳 把台灣咖啡豆帶進來 這個大港杯的烘焙賽裡面 然後讓我們這次來參與大港杯的選手 然後也可以來看看說 如何去使用台灣咖啡豆 然後烘焙出好的咖啡 然後呈現給一般的民眾 以往都沒有用國產豆 日白油特別用滑翔的咖啡豆 對滑翔的咖啡豆的品牌的打造 和品牌的行銷 綁綁綁綁綁綁綁 香港所農經康表示 特別感謝辛苦富途農民的新鮮 不但像電線和比賽新鮮 同時日本消費者看到 加上咖啡農的用心 希望實力技術開拓 和開動加上咖啡市場 為農民創造 四十十十日 卡卡新聞 立蓬基 南條報道